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无限的供养呢 是要出过观修来完成的 它是属于一种特殊的供养 因为它成就的供养是无限的 所以它属于有无限的供养 也就是无善的供养 像的话 它有善的供养也就是有限的供养 那它所成就的供养是无限的供养 看我们看 论文学 友善 供养者 也就最善等恶送寺 妙拔者 为人天上妙齐花 盼者 为各种散发配额 连退合成 乐者 过去齐花 过去环兆 修乐者 有玄序等之音也 徒乡者 为妙乡名的供养 友善 供养者 就是真假 就是友善 供养 以诸最善等恶送寺 以诸最善就是 以诸最善妙华曼 敌恶无疆以散盖 如是最善专业去 我一共养出如来 最善于福 最善疆 莫疆 烧疆以真如 一切如妙高地 莫疆 莫疆 供养中如来 这个供养 又拿这东西来供养 这个供养呢 这个供养在这个修理里边啊 它的意义一样是非常重要 供养 供养 供养跟宇宙这个概念是比较相同 但是供养还是处于性的 供养的一种表现形式 比如我们这个父母 这个思想 这个祝福福斯啊 我们不能说 供养的 什么样子 供养 所以供养跟供养啊 就是供养所欺嘛 那供养所欺呢 它跟供养的内涵是相同的 但是它是一种供养的 这种供养的作法 那供养 法庭它可以帮助我们 就是 还是可以强化 就是 佛菩萨在我们的心中的供养人 我们如果每天供养 经常供养 我们会供养佛 我们每天会供佛 说明我们的心中有佛 心中有佛菩萨 说明佛菩萨在我们的心中有相当的气味啊 就像一个人只有父母一样 如果父母在你的心目中很重要 你经常会想到父母 你会买一些东西啊 这个 经常会想到父母 有什么好的东西啊 这个 终于买一些 供养父母 如果你的心目中没有父母的话 你就不会想到 所以 任何一种行为啊 行为是从哪里来的 那 任何一种行为啊 都是体现在我们的心情 你有什么样的心 你才会有什么样的心为 那么 反过来说呢 每一种行为 每一种行为啊 它本身都在强化我们的心情 每一种行为啊 我们每个一件事 或者我们每一讲一件事 在这个讲的过程啊 就是在强化我们的心情的过程 就在强化我们心情的过程 所以我们领信诸佛啊 供养如来啊 供养如来的过程啊 它就是在强化啊 这个佛菩萨啊 在我们心目中的这种 同高的地位的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归三宝 归三宝 三宝在我们的心中啊 我们要受到一种同高的地位 这个地位不是一下子就会有的 它就要成做不断的强化 不断的关究 那么供养呢 就是帮助我们达到强化和关究的效果 这个是七点 第二点 供养可以帮助我们去除探索之心 兼探 映射 小气之心 这个探索之心啊 是我们 为什么被绑在这个人为里边出不去啊 出不来啊 不能出头啊 其实的原因就是探索 探索就是神仇 所以在探索之里边 三宝已经以探为草 探为草 先探 我们对我们拥有的东西 我们对我们探索 那么探索 为什么会探索呢 也就是因为我们有探索之心 那我们如何去克服这种探索之心 那就表示或死 我们死的不仅仅是物质 当我们在这些物质是物质的时候 我们死的不仅仅是物质 更主要的是死是我们对物质的探索之心 所以呢 所以呢 人心很讲死 故事 解脱道也讲死 你看出家都是一个最大的死 也许 此地对世俗的 故意的占領 此地对家庭的占領 是 你探索啊 这叫死 通过死来完蛋 那菩萨造的一个体验 更要的死 所以这个死人是理性啊 硬杂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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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重要的主 所以死可以帮助我们客户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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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 不少 激 cop 作者 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有福报 福报就是要我们要有过去培持的福贤 那这个福贤如何培持呢? 礼敬是一种方式 那供养也是一种最好的方式 我们说这个礼敬 这个悲贤啊 敬贤啊 生贤啊 这种 这种福贤的 这种资良的活泽啊 我们教育子 教育子 教育子 所以供养 供养之类的修行啊 它的福报非常大 那么我们通常这个供养 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福报啊? 它通常呢 这个福报有来源于一个方面 一个就是我们所供养的对象 他的这个修行 这个人造的高低啊 就是这是一个钱 这地方是一个钱啊 那这个钱呢 这个钱有的钱啊 他们很平均 那你这个供养的钱啊 那你供养不同的钱啊 他的福报也不一样啊 同样是钱地啊 如果是回过了土地啊 那才有能够增长很多东西 那如果是平均的土地呢 你多来土地啊 你多来土地啊 可能这个造物就可能有一件 造物就有一件 所以你供养的福 活着这个福内的大小啊 肯定给供养的对象 结伴之类 这个是一个方面 当然说是结对哦 那还有一个方面呢 主要是几个几个心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你在供养的时候 你用什么样的心来供养 你用什么样的心来供养 你的心有多大 你所造福的那个福的啊 就有多大 那这个供养的心 就是我们能供养的这个心跟钱啊 它是比所供养的那个福的的钱啊 还要供养 在这个大书罗里面讲到一个故事啊 他说这个 这个 蛇丽夫君子 供养佛陀六碗幻 那蛇丽夫君子 供养佛陀六碗幻 那这个佛陀呢 就把他倒在地上给稿吃了 就是这个故事这个稿啊 那在这个过程中 是蛇丽夫供养佛陀的宫养大 还是佛陀不持这个稿的宫养大呢 那我们一般来讲一下那一定当然就是 蛇丽夫供养佛陀的宫养大 但是大书罗陀的结论是佛陀的宫养大 佛陀所活的宫养大 因为佛陀他的这种花心啊 他的这种供养的心是无限的 在这种无限的心上所产生的福陀啊 也是无限的 神力奉养佛这个佛的这个正向的神养是大 所以神养是道的神养是高的 但是神力佛的心啊 他不是无限的 他比不上佛陀啊 所以我们说这个客观呢这个庭 神养是重要的 但祖传的这些主缘啊 其实还是更重要的 所以心安丽夫人家 若不让心不住下而行复始啊 若不让心住下而行复始啊 如人如按得如所见 若不让心不住下而行复始啊 若不让我末日观明明 到变成有所见 心不住下 他就是心是无限的 心不住下而心所呈现出来的 状态就像七空一样 七空是无限的 我们的心是无限的 你这种无限的心去做任何一件事情啊 班下都是无限的 班下都是无限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在这个供娘的过程中呢 就是这种 这种又什么样的心依供娘 它就非常的重量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供娘的功能 接下来我们就是解释这个 今天今天的经历节 就是指导我们如何来修供娘 好 今天就是用什么来供娘 提出最圣妙华慢 你最圣的最圣 最圣 我们叫最圣 就是资量最好的 最圣就是资量最好的 最好的什么呢 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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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 花朵啊 什么花朵呢 就是人间上妙华 我们人间或者间上呢 最好的 慢 什么叫慢呢 就是用各种散花配合连续格成 就是把硬部的人啊 你不要把那个花串成一串一串的 然后戴在脖子上呢 这种花慢 就是有的时候要你给一个贵心啊 它就会找一串花 靠在你的脖子上 就是供娘 供应也用掉的 所以是过去拾花 过去晚了 这两者吧 可能是真的吧 可能是塑料花 你看那个时候也有塑料花 那个时候也没有塑料花 没有塑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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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用泥巴捏来给收尽嘛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供养的发火 一个是发火 然后接下来呢 是塑料 塑料也就是塑料咯 塑料 塑料有塑气等之于 什么管塑料啊 什么 这个什么啤茶啊 苦情啊 苦真啊 各种各样的音乐啊 用音乐来供佛 你看我们这个 这个在佛教里面 就有一个传统 就是大臣佛教 我们每天在看 直接上天亚吴吴佛啊 阿尼佛佛 神经 然后再配合这种 这种宗谷啊 这种潇洒啊 这是一个 它就是一台非常好的音乐 所以现在啊 自从这个台湾的这个 清明大师啊 把这个佛教的音乐的带入 这个 这个佛家的社会 这些一些大纪念里面啊 现在我们大陆这边就是 兴起这样的 这样的一种崩序 你看前边是指那个 无极啊 因为我们江州的这边 这个唱片是非常有名的 江州的唱片在成果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他们也属于台湾的 我带他去看哦 但是那个林山 林山大佛那里开会吗 他们有邀请我吗 好像下一个人还在说 这么样的演出 哎 还是蛮有的 还是蛮有的 哎 搞了像真那样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 这个 就是 就是感觉像在表演一样 哈哈哈 就是用音乐来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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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个音乐 接下来呢 就是 湖江 湖江 就是这个 啊 这个江啊 不在身上啊 你看现在怎么川啊 怎么高啊 啊 还有什么 湖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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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个湖江啊 不只是现代的人 现在的那些女士们啊 小姐们啊 这里马上一会儿刷一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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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也有 所以这个湖江啊 也是一种助名 嗯 嗯 所以叫妙江 里面 出一点什么 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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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盖就是迎合闪盖,像过去的那个帝王出门 所以一个人在那里搞了一个闪 就是像我们每天都自己打了一把闪 也是比闪盖啊,自己给自己打啊,没有别人打啊 可是如果帝王要,还有一些大官啊,还有一些他们出门的时候啊 那就有一大帝王给他打一把,那个很大的闪 就像那个旅游的地方啊,桌子在上面插了一把很大的闪 知道不知道啊,可以抢太阳的 你看阿姨那些人,这些大和战怎么出门,搞什么话,被揍了你的被揍了 那些闪,很少呀,所以闪盖 其盖就是最舒分的刺血 刺,这个在闪盖里面最好的闪啊 还有灯,用闪盖来敬仰 然后还用灯来敬仰,就是香油灯 或者用闪盖来敬仰来敬仰 烧姜 烧姜就是我们天天都在烧姜哦 当然烧姜要烧好姜啊 烧姜就是烧庙啊 烧姜就是烧庙啊 烧庙不是烧庙啊 说到这些人,烧庙就是烧庙 烧庙就烧庙啊 这就烧庙啊 牛肉比烧庙啊 这今天就乱庙了 哈哈哈 这就是 烧姜 要用烤的香 要烧饭的香 烧姜 烧姜 不要烧得多 烧一直盘住 只有烧饭的 不要搞瀕极无懒 还有最圣的衣服 用香供养 用衣服供养 就是最好的衣服 精美的衣服 比如我们做别的精美衣服做出来之后 然后前供养就这样 前供所供养一下 然后就在床 最善香 这是最好的香 最善香 能逛香去 遍满三千世界之香所参合的香水 还有墨香 墨香就是香口 也可以叫蓝香 因此追及 造成禅谈 更加采化 这样的心灵就可以了 这个实际上讲就是这么多东西来供养 如香 高香 墨香 如四点名 一一亮如心灵上 蓝种种灯 出灯 咬油灯 出香油灯 一一灯游如心灵上 一一灯游如大海水 你如四点猪供养 以祂为供养 那么每一种东西啊 像这种花 蓝啊 音乐啊 每一种都非常非常的多 多的这边 先生的领导也这么多啊 无量无间的 那么这里的人都要靠观感去广化 靠观感来广化 你叫观感 它能打你 所有的音乐啊 都把它造化成 香 花 蓝 供养 出火的这些 香 花 蓝 生物 这里面就掉了 靠我们的观感的力量 用这么多的东西啊 来供养 那当我们如果已经这样的供养的时候啊 通过这种观感啊 把我们每观感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供养一度香 这个一度香它是有限的 对吧 我们供养一朵花 这一朵花是有限的 但是在每一个东西的存在它是有限的 我们供养一朵花是有限的 每一个东西的存在啊 都是有限的 我供养一朵花是有限的 每一个东西的存在啊 都是有限的 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说每一个命是 我们为什么会有每一个命当中的有限 因为我们的所向 因为我们所向啊 所以第一就是 就是有限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持组表里放开啊 每一个东西都是有限的 每一个存在都是有限的 每一个存在都是有限的 这是用很高的练义哦 这是用华人的练义哦 所以才有可能每一个围层已经啊 一个围层里边 诸佛菩萨才有可能在一个围层里边 转大法文 来 做围层 转大法文 因为是在每一个围层都是一切的 但是因为我们所向 因为我们的国家啊 所以每一个东西它都变得有限 这种有限是因为我们的心 我们这种有限的心啊 把它设定 所有的有限的事实上都是我们的设定 我们只要把我们的这种有限的设定啊 压掉 任何有限的当家都是无限 只要把我们有限的这个万金啊 给压掉 任何有限的当家都是无限 当我们有了这样一种认识之后啊 当我们有了这样一种认识之后啊 我们每供养一个东西 我们就被你观看 它的存在就是一切 它的存在啊就是造成整个宇宙 那么当我们用这样一种心情来做供养的时候 我们当家 我们每一个 就是在微调的供养啊 当家都能成就无量无缘的供养 当家都能成就无量无缘的供养 所以下面就说到 无善的供养 无善供养者 我以管大神及宗主 其友善者及世间的供养 此乃除了很以神力变成者 此中后二续 全上二续所能有限的供养 这些家族 此乃除了 礼定供养之心 以信也 就是我们要把有限的供养 转化成无限的供养 如何把有限的供养 转化成无限的供养呢 就是我们要以 我以管大神的供养 我以管大的心量 这个管大的心量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要把虎养菩萨的供养 转化成我们的供养 把虎养菩萨的供养 转化成我们的供养 所以叫慎养菩萨 慎养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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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人有一个超向之为的供养 人想要造什么 只怕你讲不到 不怕你做不到 但是我们的房屋养 是很有限的 而这个房屋养啊 就能够帮助人类层 这样的非常的文明 如果我们叫做房屋养啊 我们以这个生命的 这个本觉的智慧啊 例如生命的本觉的智慧啊 去 那么它自然是能够成就一切了 自然是能够成就一切了 只要我们要从这个环谷心里面跳出来啊 那我们的心啊 这种力量啊 这种潜在的力量啊 真是一样的力量 我们现在的心 自说也是有限的 就是因为这种环谷心啊 也输不住了 也输不住了 就像一个你的驾驶的水平再高 你会开飞机 你会开船空母界 你会开这个这个 什么界的地车 还是会开船空母界 可是我现在给你驾驶 找不出来啊 那你再大的本质有没有用啊 你不开得到 找不出来你给你驾驶 是不是 你不开得到 找不出来你开到海里 给你驾驶 你再大的本质也没有用 那么这个道理就像什么道理呢 我们的心啊 尽管是细备有像 我说他一样那样的功用 可是大家表现就用的时候 是透过黄夫妻表现出来的 所以黄夫妻被罗伐恶子给禁锢住了 如果我们现在灵的罗伐恶子 已经跳出来啊 那我们的单害就是无限 那我们的作用就是无限 这个我们是最好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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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我们要以禁锢 我们现在是要发出 要以这个 这个古典的平面 是要以古典的平面 来打开我们的凡夫心 来调整我们的凡夫心 要调整我们的凡夫心 他是不会骗你的 但你如果对这个善事呢 有这种生命不一样 那你对这个善事所说的这个罚 你自然也能生命不一样 如果你对善事所说的罚 生命不一样 你自然就会按钮去关修 如果你能按钮去关修啊 那你能成果 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 而不是很难 因为你自然就是最好的佛的经历来调整自己 那你自然就不再是这些很难的事情 如果你对善命要万里指别的 我是一个反复 我是一个很迷迟的反复 我掠荡深度 那你的理解就是掠荡深度 从这个掠荡深度来才研究 那这些很麻烦 那是很费心的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要以为你管大圣体的心啊 那生命于皆三次佛 生命于皆三次佛 以及生命我们自己每一个人自己就是佛 这样一种建议 为苦见一见苦见共养之路来 那么我们看这个 这个论址怎么解释 只有上的 就是世间的共母 就是我们在共母 就是我们在共母国的时候 我们早些就是以世间上来共养 那么这些共母来说是 这个以实在佛杀等于神力渐渐而成 就是要通过观感 那我们现在在观感我们就是佛杀 那佛杰佛杀在观感就是佛杰佛杀的神力 那我们现在在观感就是要把佛杰佛杀的神力 转换成我们的神力 此中佛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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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我们能供养的心也是无限的 这叫做心静相当 通过这种关系的境界中提升我们的心 然后在这个提升我们的心的过程中 我们安置在这种无限的心静上 从此就是圆这种无限的所缘性 圆这种无限的所缘性 但是你能不能感觉心静被打开的感觉 或者犯罪啊 啊 有没有啊 啊 有就好啊 所以这个时候还有我吗 还有我所吗 如果当我们的心灯留在家里面的心静的时候 有我 有我所吗 有贪真诗吗 贪真诗有没有费助钱 你去贪 你可以贪一件东西 但是你不可以贪一切 你没有办法贪一切 你有没有办法贪一切啊 啊 有没有办法啊 没有办法 所以当你一切作为你所缘的心静的时候 最后它就没有着落贪一切 你可以贪一切 一个人 讨厌一个人 你可以贪一切 所有的一切 可以不可以 没有办法做到 但是我们如果一切 我们的所缘跟心静是一切的时候 这个时候圈圈圈也没有按住处 也没有做条件 所以在这个观音中就完成了我们的修行 就完成我们的修行 这是高级的修行啊 我今天再给你们 传造无散大法 这个人比起来这么早就给你们传造了 真是这个 讲到这个不小时就讲出来 怎么能这么快就给你们讲这么高级的法 这个人人的力量 你至少要得上十年二十年啊 这个善主都毕竟会给你传 不相信你你们去试试看 到这个地方去試试看 我里面先动作三根啊 这个3根中下不得了 2 1 接下来,赤甲胖悔词,第三词。 文迪所造诸二语,等于诵,赤于三读为名,以生整三为根次。 其最近的未有我造语,始终无关心生正所造作,或叫它做,或随意它做。 读书一切,定习所有,种类探子,虽念过之。 三,慧悔心,断绝后流,心情环顾,自三语。 接下来讲的是第三词,就是忏悔词。 忏悔词的内容就是我们经常念的这首节的一个技术。 佛姬所造诸二语,学语念晚姬所造诸二语。 学语念晚姬所造诸二语,学语念晚姬所造诸二语,学语念晚姬所造诸二语。 诸二语念晚姬所造诸二语念晚姬所造诸二语念晚姬。 今天讲的理性啊 共养啊 主要是在积累资粮 那现在讲唱水师啊 就是唱途越战 那么极蕾之粮就是在培养我们修道的顺严 极蕾之粮是在培养我们修道的顺严 唱水师的灭战是在扫清我们修行过程中的障碍 也就是在消灭我们在修行中的 什么语言啊 逆语 为语言 所以这个讲法很重要哦 你要是没有顺严 我们在修行之所以修不起来 没有时间 或者没有工夫啊 没有条件啊 或者身体不好啊 或者没有上日迟早啊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修罚这种修道的顺严 就是因为我们在修道中有我们太多的危险 太多的危险 所以这个我们尽量努力地去做 我们尽量努力地去推理这样一种资粮 我们只有积累的资粮 我们只有战主的越战啊 我们才有可能在生生世世的 在这个佛道的修行上被欺负神尽 我们才有可能生生世世的 能够遇到战主持 如果我们不忌厉的话 不忌悔的话 那么在我们未来的生世就能够遇到我们 我们还又是问几多多了 所以探悔夜战 探悔夜战 是非常重要的 探悔夜战 那么这个基督的内容就是我今晚今所造 诸恶夜战 我们过去啊 在我们无病的生命中啊 我们造下了几几多多的危险 在很远 也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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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信心积功07 varit 也很远 应远 保重者练 但还没有信价 那则烰夜呢 这些阿滨呢 就是奇远�呀 它就是我们生世的蹭迷 它是吹冲在我们力的轮回 所以我们在�� levels 不断ельさ到 derm cancer 所以我们修行不散 queremos FerBecause 所以我们遇不到散 on the Jefferson 是那等等感。 所以我们生,所以我们流爪,都是因为这些对性的关系。 我们一个人,究竟不可以难,难也难在, 我们没有办法从这种业的情境里边走出来。 业的情境,它是一方面代表我们的情境, 一方面代表我们才去情境的这种习惯。 然后由这个业所形成的一种生活的环境。 三个方面,这个是我们的情境。 这种思想的习惯, 思想的习惯, 生活的环境根基于两个方面。 思想的习惯, 生活的环境。 那么思想的习惯呢? 比如说贪的习惯, 撑的习惯, 我慢的习惯, 激怒的习惯, 我自私的习惯。 这种习惯, 这种生命的整体物。 这种生命的整体物。 就像你做事业, 你对事业的贪夺。 一个人有家族的孩子的贪夺, 对亲子的贪夺, 对这个家族的爱, 对潮人的恨。 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情结, 不讲情结。 这种情结, 不许是我们从最深开始的, 是我们过去无尽生命的一种愚蕊。 我们不会哪里放下, 不是因为环境的问题, 所以只要是我们哪里从这个心里面走出来。 是不是这样? 我们哪里从自己的这样的心情里面走出来。 当然, 除了自己的心情之外, 还有一个由我们的业力所获得的这种环境, 生活的环境, 社会的环境, 家庭的环境。 那么这个家庭的环境呢? 它也在处乎着我们, 它也在左右着我们, 它也在营养着我们。 所以你又来结合啊, 你跟社会上的人啊, 很多人啊, 可能就会对你啊, 不以为啊, 或者不习惯, 或者不喜欢。 那么你在一个家庭里面就更麻烦了。 也可能你的父母亲啊, 妻子啊, 或者人女啊, 四面八翻, 都在给你制造战源。 那这个战源的根本是谁呢? 最根破爪是谁呢? 就是说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自己的虐待, 我们自己的执着, 所形成的一个圈坑, 一个牢笼, 和我们自己的业力所造感。 为什么? 为什么你的照片, 反正可能都反正你结果? 为什么你的父母啊? 你要出家, 她就要跟你通归一进? 为什么要出家呢? 你看, 有的人, 孩子出家, 和父母送着去啊, 是不是啊? 而丈夫出家, 当你自己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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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自己出家。 所以就像最有一年来。 那更有一年来, 根本是什么呢? 是我们自己过去造的基因。 这个一年来, 最有它的严习信念。 所以说, 这会怪这个环境, 就是因为你年来, 你种下了这个基因, 你种下了这个基因, 所以我们要唱悔。 所以这个唱悔, 不只是唱悔这些唱, 我们要唱悔烦恼, 唱悔烈, 唱悔我们现有的, 所形成的生命的结果。 所以在这个佛教里面, 有一部唱法叫做, 三变水炸。 这个三变水炸很有名的。 这个三变水炸, 它的整个这个文字啊, 这个内容的唱悔的这个成绩啊, 就是从唱悔烦恼, 到唱悔烈力, 到这个烈力啊, 所形成的这个生命的结果。 从三变水炸, 从三变水炸来看。 因为, 以及这一变的根源, 还是在我们的中心。 也就是我们的烦恼, 要从烦恼开始唱悔。 所以呢, 我们要认识到, 我们所造的烈力, 烈的根源是什么? 就是, 是以三毒为心。 是以三毒为因啊。 所以, 皆由无始参生时。 我们所造的烈力, 都是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的, 参生时的关系。 有的烈力是因为贪心而引起, 贪夺了心。 比如贪茶呀, 贪色呀, 贪春呀, 贪明呀, 贪力呀, 然后是这桃段。 或者用圣诞的桃段去做, 有的烈力呀, 都是有漏力呀。 那有的烈力呀, 是因为贪心而引起的, 杀了一放火之类的。 那有的烈力呢, 是因为贪心而引起的。 所以我们所有的烈力啊, 都离不开这个参生时。 所以, 参生时是我们的。 三种跟本化脑。 也是我们生命中最主要的三种毒素, 叫三毒。 三毒就是病毒。 三种病毒。 三种最厉害的病毒。 我们现在在电脑里面讲病毒。 参生时就是我们的。 精灵世界的病毒。 所以以三毒为名。 以身等三为根次。 以身等三为根和次。 根就是表现的其道。 参生时不过什么地方表现出来的? 就是三个表现其道。 这个三个表现其道呢, 就是生、考、义、三、业。 所以呢, 从身体一之所生。 参生时是怎么表现出来的? 就是从身体表现出来。 从语言表现出来, 从思想上表现出来。 当然这个语言思想会跟随。 然后身体, 比如说我要赚钱啊, 我会用身体赚有行动。 以人家会说, 啊,这个什么东西好啊, 我喜欢什么啊。 或者骂人, 恶考,两者。 那么身体上表现出来, 如果是刹道瘾, 就是身体上表现出来的。 两者恶考, 就是以人家表现出来的。 那四呢, 就是所造的一业。 四就是所造的一业。 你这个语言说三个语道啊, 皆由五四三生之, 从身与一之所生。 生,生什么? 生起来是怨液。 那么这个怨液这种类很多。 那么这基本就是十种的善液。 就是沙道瘾。 这个是生酸, 还有考试,养舌, 洗礼液草。 这个是什么? 蒜瘾。 那么还有意念有三种, 就是参生词。 参生结见啊, 这个词种能称为, 词种不散之夜。 这个词种不散之夜。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参生词, 词种不散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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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词种不散之夜啊, 都是由三个词之夜。 这个词啊, 将被带着我们, 被推动着我们, 做到三个词之夜。 其实这些词者会由我造。 那么这个词的体性啊, 都是我的心啊, 每一种啊, 都是通过我的心啊, 造出来的。 还不是别人的心。 如果是别人的心, 造出来的啊, 那就是别人的心啊, 那就不是你的意啊。 因为如果你的心造出来的, 所以呢, 就是你造的意。 始终不分为, 今生正所造主, 或叫他做, 或随许说, 如是一切, 并且所有, 总及参与。 那么这个造罪要关系很多, 或自作, 自己做。 或者呢, 指使别人去做。 啊, 我要这个, 中午啊, 要这个, 做好东西, 要改善生活, 你帮我发分, 因为我自己不能发。 那就是叫他做。 这个叫他做的罪过啊, 这点都不会停了, 甚至要更重了。 因为你这么一做呢, 你就要成长两个人的罪过了, 对方本来就是造这个杀业, 你害了对方也造杀业。 所以这个时候, 你造的罪是两份的。 本来你自己造还是有一份的。 还有, 就是随许的, 随许他做。 别人干的坏事, 你在那里高级, 开心, 啊, 好啊, 干好啊。 那这个时候, 你随许功德, 那你所得到的功德, 这个对方比较大。 你随许人要造这些啊, 那你所得到的罪过啊, 也是跟他压差的。 也是跟他压差的。 所以不能随许, 哎, 有的人啊, 我发现有一些人啊, 他一边说到, 这个过气啊, 哎呀, 在压的时候啊, 吃过什么东西, 吃什么鸡啊, 或者干过什么, 抓过什么鸡啊。 那说起来, 没为涉悟, 反正。 因此, 当他用家的一种, 没为涉悟, 对我的心理, 说的时候啊, 复杂呢, 他就等于, 你以前, 最以前所造的灭啊, 现在又是很常化。 他就肯定自己造了最灭啊, 哎, 本来他的最灭所感的果报呢, 这个最灭只有十分, 但是他, 当他用这样的一种境外说出来, 说的话, 他这个最灭同十分, 会增加到五十分。 如果你现在, 还这么多了, 说的话, 这个五十分就到一百分。 所以我们一样, 可以讲到这个灭的时候, 会讲到灭增长归, 灭是有增长, 被增值的。 灭是被增值的。 这个增值是什么增啊? 就是这样扔起来的。 就是这样扔起来的。 如果你这样一种十分, 他会给他经历说这件事情啊, 你原来做了这些, 可能要赶到果报这种十分, 但你这样一种经历说来说, 他的最灭可能就剩下六分了。 所以灭是延期的, 他不是不必不变的, 他是可真可简的。 因为烈游冰村啊, 因为你这样用什么样的冰冰的图来。 所以, 比如说, 这个灭增长归, 被这个烈的增长和消失了。 他的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为如此一切, 尽其所有种类传统所造的一些罪孽, 在过去很久, 因为无知啊, 所造的种种罪孽啊, 我们都要发现, 要用忏悔的, 忏悔的, 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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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关于这个忏悔呢, 到处理论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是在, 在这个, 在这个, 分析结果的这一部分啊, 有非常残疑的说明。 这个, 这个烫孽呢, 主要有四种力量。 有四种力量, 烫孽的力量。 第一种呢, 就是追悔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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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过去所造的力量, 分成一种深深的追悔之心。 就是追悔的力量。 第一种力量呢, 就是追悔的力量。 就是追悔。 比如说我们 method 念佛啊, 通过诵经啊, 通过诵经啊, 通过译经啊, 通过译经啊, 誓 tot啊, 像毕童有点讲啊, 这个百字明教啊, 念经啊, 大路啊, 百字明教啊。 或者是拜这个什么, 三十五个佩啊, 大 clan回纹啊。 或者修空观,修空观当然是最高的了,这一般人做不起来的 这都是你最之力,就是用心念 一种力量,另外一种力量是背部另外一种力量 第三种就是,这是什么力气呢? 第二种是一子力,反正这个字体也没有关系 一子力就是一子三宝 因为我们一子的对象,我们的业力产生不爱是两种对象 有的是因为不公进三宝而产生了业力 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如果公进三宝 那么这个业力就会渐渐消除 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对重生产生 对干涉、伤害重生的事情 那么就是我们如果对重生产生死的力量 发出力量,这个业力也能够消除 第二种就是对之力,第三种就是对之力 第四种就是真实力 这个真实力,这个真实力也是很重要 什么叫真实力量?就是我不在座的 不在座的,这个业力就会停止分散 就是我不在座的 其实我们人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很多不在座的行为 这种行为它是有惯性的 人的行为是有惯性的,人的思量是有惯性的 那么这个幻性的过程 它就会使我们这个业力量 随着我们这个思维的幻性 这个业力又会在不断的增长 比如说,我刚做一次对不起你的 我看你不顺眼,这是我的一种习惯 我的一种心态 现在体能说,现在是我的一种心态 我本来这里面有什么印象呢? 这种印象的一件对自己我的事情 我看你不顺眼 这个是开始的 然后呢,我是这样一个看你不顺眼的领观 那我每一次看到你啊 我就会身体就不满起的心 然后我身体会说些什么 我会做些什么 那么你呢 你可能是无力的做一件接触起我的事情 那么我现在说有一次 然后呢,你不舒服 然后我背在心不断地说你的坏话 然后结果呢 这个阶礼啊,这个烟潮啊 这个阶礼啊,这个阶礼的阶礼 本来是当初 你无力的干涼就对不起我的事情 或者说我当初最初啊 看你不顺眼啊 只是偶尔这么做一次啊 其实对方都 创伐都不会造成太大的心理疙瘩 但是这种力量呢 它会不断地增长 我会不断地进行 用不顺眼的眼光来看你 一次的行为来对待你 然后你呢 因为不断地进行我这样的一种性气之后啊 对我产生不断地反感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力量就在增长 在不断地增长 那现在我们调出来就是叫什么 就是这个什么力量啊 就是这个力量 就是这个力量 不要再让它增长 不要再让它增长 不要让它增长 从小了 化成明有的 夜就可以转化 是可以唱 今天讲的四条啊 二条 看肥 你姓 姑娘 看肥 给你们讲呢 讲了之后啊 你们还要学会专修啊 所以 叫做故事啊 说这关系心情啊 可是 你这些品呢 它就是这种心情啊 我就是引导着你们的心情啊 一步一步的往下来做的 你们看看你们什么问题吧 这个关系的情况 就是这个那个 是那个 从开始的关啊 它说所有世界都它是一切人事实 就是啊 唯一平静生于一切面的敬畏 这个 关系要容易一点 就是到现在那个意义关系很多啊 哎 于一层中层祝福啊 好像 非常麻烦 就是 就是 就是想一想这个围城啊 它这个 那么一点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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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观察这个 符头的像 就是那样的庄严 如何 和这个 把这个 这个 庄严的这个 这个符像 和这个围城接合起来啊 真的是 非常麻烦的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 语言的这种 观想啊 就是 我们看那个 看那个 阿王满奇 汉布里的那个解释啊 就是 就是 可以观想 在违尊 先復前,盡情地去讚美她,去歌頌她。 但是如果要觀察到一個身有糊塑的頭, 每一個頭有糊塑的指, 你就是很便利我的指。 這個觀衛塑,是因為你在觀察的過程中,說像。 因為你說像,是覺得微塵就是微塵。 微塵那麼小,佛福山那麼酸。 那你覺得微塵那麼小, 你把微塵已經設定成微塵那麼小。 然後呢,你把微塵已經設定成微塵的樣子。 然後呢,再來觀察,佛福山。 佛福山就是這個樣子, 你就把它設定成佛福山這個樣子。 然後再把微塵設定成這個樣子。 那這個兩個設定,它自然是真同同的。 是不是啊? 所以呢,是因為你的國象。 是因為你國象。 我們講的這個微塵,每一個微塵啊, 都是一個佛,都是一個佛。 其實呢,它只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麼呢? 你只要知道,它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麼? 只要達到的目的啊,就是每一個微塵。 就是佛的身,佛的德啊。 它是無所不在啊。 一切都是佛的身,佛的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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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才是,這才是在觀,觀定上要落到的理解。 但是你這樣子,你怎麼樣去理解? 所以,佛的身和佛的德是無所不在啊。 這些都是佛山佛的天線啊。 那麼這個有一個前提。 就是你只要讓每一個微塵都是佛。 既然每一個微塵都是佛啊。 那麼,那麼,宇宙中的三大大地啊。 啊,清清脆足啊。 綠綠黃河啊。 當然,無微塵是佛的。 那,十三諸佛,十三諸佛它本來就是一起。 你一定要觀察每一個微塵是一個佛。 哇,這個觀察真好,謝謝。 啊,這個每一個微塵,你只要把它觀察成一個很酸的那個佛。 這個,這個功夫是不容易的。 但是不容易觀察。 其實我們觀察每一個象,為什麼要在這個密宗裡面, 它要把很多這些象要觀察的能力呢? 其實它的目的是什麼呢? 它的目的是單獨把你的心也燒剩住。 其實不是在... 觀察這問題不是目的耶。 目的是神心。 但是現在要對一般的老太太啊, 對平常的人來說啊。 比如說對我這樣的人來說。 因為我對具體的東西就沒有概念,沒有印象。 你要知道我自己觀察, 哦,這個中文大師在哪裡啊? 左邊是升官啊? 這個升官啊? 管轻啊? 立在古書啊? 上面是什麼圖子啊? 前面是什麼圖子啊? 後面是什麼圖子啊? 然後上面有一個什麼金剛做啊? 然後有一個大夫子做啊? 製作啊? 下面有八個人孩子啊? 這個孩子下面就是什麼東西啊? 對這種東西啊? 如果對我來說,我根本就不敢認識。 我也不會是這樣觀察。 但是對有的人來說呢,他可能覺得這樣一個觀察。 對多數人來說啊,就是有一些人他比較容易這樣觀察。 因為他的心啊,要是這樣一點點, 要給他一個很具體的東西,他覺得修行才有遭落。 他的心才有安心,他要越具體越好。 其實多數人是這樣子的。 但是所有人,你們這些所有人自己的觀察。 最後都要把它放清掉了。 都要把它打掉了。 如果你不打掉的話,你的修行啊, 你的心啊,根本就是難以從這種人鎖裏面照出來。 你的心根本就沒有辦法進入空間。 所以這個是代表著一個層面的不同。 所以這種觀察當然, 這個可以聽人而異。 有的人他比較不一定是有敏仰思維的人。 那麼你可以找一個觀察規定來,很敬虔去做。 那麼有的人比較犯一個超向思維, 比較有這種文觀、智慧的人。 那你就可以觀察融統一點。 像我那天昨天給你們提供的這樣一個規定。 其實這一個地方來,可能觀察會更容易。 你選一個, 嗯, 最容易觀察的佛葡萄或者喪酷。 或者罰酷。 然後呢, 然後呢,把其他的食物, 他這邊邊出口, 蓋鼓子都把它鑽進去。 其實不要管他的上面左邊,下面右邊。 反正都鑽進去, 管他的上面左邊,下面右邊。 然後把這個喪酷給QR。 把這種有線變成無線, 然後再把自己給存進去。 我覺得我這個喪酷是深的, 這個喪酷國教的觀修的, 這個, 我覺得應該是比較, 比較儒可考驗的人。 在宏觀上來說, 當然從自己的來說, 可能是, 跟他們的一般人的觀修不太一樣的。 但是從原理上來說, 我想, 我跟他們的說法, 覺得也是相伏的。 所以這個觀修呢, 要有散角。 更要知道的是, 我們這個每一種觀修, 他的目的是什麼。 然後跟這個目的啊, 來調整, 這個觀修的這個左眼鏡。 清楚了嗎?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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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看的 是吧? 我的招電 是 producto 别忘记能够到